在风景优美的冀州岛,有一群靠近海边生物为生的人,他们就是海女。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,季春奶奶,就是其中一员。 奶奶一生孤苦,儿子早逝,儿媳妇抛弃女儿不见了踪影,奶奶独自带着孙女绘制生活。 奶奶一把年纪还要出海下水,常年累月被海风吹,被炼日晒,导致奶奶的皮肤粗糙,泛红。 虽然生活如此艰难,但是奶奶还是充满乐观,因为她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孙女慧智,慧智从小就有着绘画天赋。 当她拥有一盒蜡笔后,家里的石头水缸都有她创作的作品,慧智用她手中的蜡笔记录幸福的每一刻。 直到那一天,奶奶带着慧智上集市,奶奶为乖孙女购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个精致的手链。 不久后,奶奶双手提满了生活用品,而慧智乖巧地拉着奶奶的衣服。 可是走着走着,奶奶惊恐地发现,慧智不见了踪影,奶奶惶恐不安地问着急事的每一个人。 没有人知道,奶奶开始漫长地寻找之旅。 直到十二年后,慧智的叔叔接到电话通知,慧智找到了。 奶奶的神情略感不安,当奶奶望着长大后的慧智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 一次又一次的自责,都是奶奶不好,这些年让你受苦。 听着奶奶的话,慧智神情有点不自然。 她说小时候是被母亲拐走的,后来母亲出车祸死了,自己也被送到了孤儿院。 慧智看着忙里忙外的奶奶,神情越发的不自然。 晚上,奶奶宴请了乡里邻居。 在饭桌上,奶奶露出久违的笑容,高兴地看着慧智狼吞虎咽。 第二天,奶奶带慧智购买生活用品,还有一件新校服。 慧智被奶奶重新安排上学。 慧智的绘画天赋也被老师看重,老师悉心地培养她。 而在生活之中,奶奶无微不至地照顾,让慧智充满愧疚。 因为慧智想过偷奶奶的钱救济朋友,虽然最终放弃,慧智心里也觉得愧疚。 她满怀心事地来到海边抽烟。 奶奶找到慧智并告诉她,就算生活再辛苦,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伙伴就可以了。 这便是人生。 我愿意做你的伙伴,你就按你的意愿活下就行。 奶奶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 慧智望周勾搂的奶奶的背影,有一股热流在心底流淌。 慧智为奶奶画了一幅画像,得到老师高度赞扬。 老师推荐慧智参加首尔举行的美术比赛。 慧智也展示给奶奶看。 奶奶相比于画画,更加关心慧智吃过晚饭没有。 在机场,奶奶和慧智一一惜别,当慧智画完画后,留下纸条便离开了。 慧智再也承受不了这份爱,因为慧智不是真正的慧智,她是恩珠。 当年慧智的母亲和恩珠的父亲重组家庭,母亲偷偷把慧智诱拐回家。 这让父亲很不满,认为增加负担。 两人在车上大吵,在行驶的路上出了车祸,慧智和母亲当场死亡。 父亲为了贪图保险金让恩珠从此化名为慧智,还把恩珠送进孤儿院。 原本恩珠没打算欺骗姬春奶奶,只是她被混混朋友强迫仙人跳。 最终东窗事发,被对方逼迫赔钱,而好赌成性的父亲也时常要钱。 依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牛奶喝上的寻人启事。 恩珠为了钱,决定冒充慧智。 面对奶奶的关心,心中有愧的恩珠,最终还是不愿意欺骗这位善良的老人,选择了不告而别。 不久后,恩珠就被抓到警局,她涉嫌诈骗被人起诉,奶奶也文讯赶来。 面对关心自己的奶奶,恩珠不敢面对,只能流着泪轻轻地说对不起,并把事情的真相全盘告诉奶奶。 奶奶望着慧智的骨灰盒,眼一黑,晕倒在地。 从此奶奶开始犯病,当她望着恩珠画的画时,默默地在哭泣。 那是一位海女拉着两位小女孩,海女代表着寄穿奶奶,而小女孩分别是恩珠和慧智。 出狱后的恩珠并没有再找奶奶,而是选择当一名普通收银员。 叔叔找到恩珠便告诉她,奶奶不见了。 恩珠知道奶奶可能会在慧智走失的附近。 一番寻找后,她发现犯病的奶奶。 她哭着说,奶奶是我,我是慧智,我们回家吧。 可是此时的奶奶,老年痴呆已经很严重。 恩珠一边照顾奶奶,一边作画。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,恩珠伺候奶奶休息后,听到了奶奶的录音。 原来,奶奶早就知道恩珠不是自己的亲孙女,但是并没有揭穿,还把自身所有的积蓄都留给恩珠。 不久后,奶奶住院了,她摸着恩珠的脸说,恩珠啊,奶奶现在要去慧智那里。 我已经让她等我太久了,你要好好地活着,不要胡思乱想,你能来到我身边当孙女,我真的很高兴。 奶奶去世后,恩珠办了个人画展,将和奶奶生活的一切都画了出来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季春奶奶,凭借奶奶出色的演技,塑造了一个质朴真挚的奶奶形象。 奶奶的慈爱辛劳,随着剧情的推进,变发地感人肺腑。 电影并没有将悬疑作为卖点,更多以日常生活的小事,唤醒观众们对奶奶的形容,形成于观众对亲情的共鸣。 想要更多精彩电影,敬请锁定良品电影。